在健身室大家都很喜歡跑步 很喜歡做Cardio 他們覺得做健身就是做Cardio 做Cardio就等於做健身 OK Anyway 今天的問題就是 我今天跑了一步 跑步更多的Cardio 我做Cardio跑了10K 我可以更加600的Cardio 我做Way Training可能只有300Cardio 那我就寧願跑步 也不做Way 這個數字是不是這樣算 其實這個數字不是這樣算的 OK 我想你知道的 大家需要減磅 是需要著重你自己所需要的Cardio OK 這個Maintenance 我當你是1500女性來的 1500Cardio是Maintenance 你要吃低一點點 譬如吃低於200 每天低於200而已 200個Cardio 譬如去到1300Cardio 你就減了磅 保持1300、1300、1300 每天都是 那你的Forty Fat一定會低的 男性 譬如你是1800至2000的 OK 那你的Maintenance是這樣 你吃少於200 至300Cardio 每天 那你Consistent下去 OK 那一定是減到Body Fat的 千萬不要 今天做多些 就吃多些 明天做少些 就吃少些 這樣Forty很難減肥 很難看到進度 還有千萬不要 今天做多了 就吃多些 這個是錯的 很難搞的 這個問題 千萬不要說吃了 先算 OK 或者今天吃了1000 然後今天吃了1000 這樣變成你 甚至乎多過你所需要的 OK 那就沒有了 Calorie Deficit 那個作用 這樣 OK 這個問題就是 我剛才想說 做Weight Training 好像減少些 Body Fat Burn少些 Cardio 做Cardio 好像Burn多些 Cardio 記住 做Cardio 你在這個時間 你在這段時間 30分鐘 45分鐘 一個小時 你只是Burn多 但做Weight Training 有一個好處 就是 你做完一個小時 的Weight Training之後 你跟著下去 48小時 你都繼續去Burn 你的Calorie 燃燒你的脂肪 燃燒你的Energy 那是不是好很多呢 OK 還可以建立肌肉 記住一樣東西 不是Cardio Burn Fat 是Muscle Burn Fat 就是這麼簡單 講完秘密給你聽 什麼叫做Nean Nean 就是多肌肉 小脂肪 怎樣為之 多肌肉小脂肪呢 你身體 如果你的身體 是Nean 小脂肪的話 你會見到 男性 你會見到 Veins 在你的手臂出現 或者你見到 Apps很美 那你就 多數 Fat Loss 第一個目標 就是見到有Apps 減不了肚腩 就是Apps 有Apps 才是Nean 沒有Apps 就不是Nean 還有 我經常問你 有什麼Target 有什麼高 其實第一件事 你想健康之前 麻煩你 Get Lean First OK 有腹肌線 然後先打算 Bulking 因為我們不想 我不希望大家 變了肥仔 OK 所以大家都要去 控制你的Cardio 以及控制什麼 你的Potein 脂肪 以及你的Cardio OK